妳幫我送一下我女朋友回家 但她是我很好哥們 所以她一年之後跟她結婚了 天啊 她跟妳結婚了 然後妳還發帖子給我 好感動 她發帖子給我 我去 晚上我做主桌 妳還做主桌 她媽媽打電話給我說 說妳可不可以 叫我再去接 什麼啦 那時候我們變分手了 我想說我一定要找機會下車 因為我已經發現 她開的方向不是去我家 突然間馬上就啪 門一開我就往外衝 突然間我就看到一個鐵門 已經拉到剩下三分之一 我想說那裡有人通通通去 那我就把門拉起來 就往裡面衝 然後那邊有 跟阿翔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我跟妳講 那個是 那個可能妳們沒有辦法想像 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跟這個女朋友 時間沒有辦法長時間配合 譬如說我跟阿翔很好 我每天到其公眾舞蹈跳舞 跳完跳到那我就說 阿翔你幫我送一下 我的女朋友回家 送送送送送送 就� pase去了 但他是我很好哥們 他就是我很好哥們 然後我跟他已經有三年 就送送送大家去了 隔不到一年 因為你知道我有一個心願這樣 已經冷掉了 已經覺得說 我這樣對妳 結果沒想到妳跟我的好朋友走 可是這次我很好�� 我又很心理她 所以她一年之後跟她結婚了 天啊 她跟你結婚 然後妳還發帖子給我 幹 他把你給我去 我做主桌 你還做主桌 因為他很重要 因為我很care 我很care 因為你是我哥 所以他在意你的感受 所以讓你做主桌 我不知道他在意我的感受 我是他媽媽邀請我去做主桌 所以我做了主桌 我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包了一萬六 那時候包了蠻大的 照顧他 好 我只是覺得說 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就是你要好好去照顧他 好好照顧他 因為我已經把他交給你了 那好 我就想說我就心放 我就真的就心放 你隔不到一年 你們離婚了 他離婚了 他媽媽 阿如的媽媽打電話給我說 說你可不可以再回來 給阿如一個機會 叫我再去接 所以你看 我那個時候 你真的是無敵備胎耶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沒有 我那時候覺得說 我當初真的那個心 已經讓我 已經斷到根了 你知道 真的已經傷我傷到根了 我都已經把他交給你了 你都還沒有辦法 跟他再弄好 結果他媽媽回來說 其實他心裡面 一直把我當他的女婿 所以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 那時候 你說我要吃回多少 我要吃我早就回就行 這個不能行 沒辦法 做主桌你看看 對啊 因為你知道我跟志祺 就曾經沒有這種問題 因為我是 懶得去刪手機 那麼多 我還要一張一張找 然後一個一個點 一個一個刪 對 但你知道 女孩子就是會想要去看 會在乎 對啊 哇 他說你為什麼不刪 對啊 那你刪啊 他就真的一個一個幫我刪掉 但是其實刪的時候 我還是會覺得 心痛 他在翻的時候 你反而回憶了對不對 對 對 因為他會想說 那是我們那時候在一起 你不去翻我耶 還沒想到 你一般還問我 就開始勾起 然後一張一張 這張可以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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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志祺直接不問你 全部刪光 然後有一天你就反正 他也不會發洩 我也不會知道 他不要一張一張問你說 不要太尊重你 就對了 還幫你呼吸 我會留情面 因為我跟我的每一任的前女友 其實都還是會保持一個好的關係 不會鬧翻這樣 不會 就算鬧翻後來還是會講開 因為各自就是互相祝福 像我曾經參加過 兩任前女友的婚禮 到底是多想吃婚禮 對啊 做主桌 主桌嗎 我跟妳不一樣 沒有沒有 我跟妳那個狀況不一樣 你主桌隔壁桌 我是分得清清楚楚 然後就真的 陳昕有去給祝福 我們也是陳昕 妳講什麼話 這都怎麼死桌去 這媽媽邀請 我也不能不去 那時候我們已經分手了 然後她說 我是可以送妳一層 我想說看她的樣子 好像也沒有喝酒 好像可以 OK 我就上車了 一上車她開沒多 我一看到下面 哇 完蛋了 很多酒 我看到一瓶高粱在地上 我的天 好 我就想說 拿起來自己先把它弄出來 我已經這樣自己灌追 比較不會痛 我想說我一定要找機會下車 因為我已經發現 她開的方向不是去我家 天啊 然後我就說 妳要去哪裡啊 不講話 就是開 可是她踩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快到妳會覺得 已經開始有點恐怖了 我就說 妳可以不要這樣嗎 我說 就有話好好講 而且已經很晚了 我要回家了 她就越飆越快 怎麼樣都不停 然後我就想說 完蛋了 突然間我就看到前面有紅燈 我想說好 我有機會了 我就不動聲色 突然間紅燈她一停 我馬上就 啪 門一開我就往外衝 你知道 我那時候是不回頭的 一直衝 一直衝 完全不知道她到底有沒有衝過來 但是我就怕她衝過來 我一直衝就看到有一個 台中有一個第二市場 那個地方是早市 晚上都是黑的 我就不管 我就往裡面衝 突然間我就看到一個鐵門 已經拉到剩下三分之一的口 有光 我想說那裡有人 我就衝衝衝去 然後我就把門拉起來 就往裡面衝 然後那邊有一家人 在那邊 然後就 然後就看到一個女的 爽衝進來 然後他們所有人都砸眼 然後我衝進去 我就找到廁所進去 把門關起來 嚇死 然後我就開始打電話報警 然後呢 後來警察來 然後就反正做筆錄 因為我的包包還在他車上 對 所以他們後來就請他把 那個我的包包送回來 但是後來我也就沒回去唱歌了 我就離職了這樣 真的很恐怖 所以真的不要獨處 真的不行 尤其是車子太恐怖 對 女生碰到這種真的是要很小心 太危險了 潘老師 你有沒有分手之後還可以有一個良好關係的前女友 他應該可以 所以我曾經的女朋友回來找過 幫忙是因為 想在西區找一個房子自己住這樣 那因為他付不出來前面的那個 那個 押金 對 要三萬塊錢押金 希望我可以幫他 這樣你去付錢 我沒有第二句話我就幫他了 我就給他三萬塊錢讓他去當家賓 我說你 還是可以自己顧得好一點這樣 那也是在這個當中 可是那個時候我自己確實是已經有女朋友了 是一個警察 那時候女朋友是一個警察 是一個警察 但他知道有這件事情 他知道 因為我是去幫他 我並沒有那個 最後有一次我去西門町 剛好他可能就跟了那個 他的現任的那個男朋友來了 男朋友看到我跟我打個招呼 他說 謝謝你還幫了他 你給了他三萬塊錢的價錢 他那時候有男朋友 他找你幫忙 那男朋友幹嘛不付 他那個時候沒有男朋友 就是他後來 後來交了男朋友 交了男朋友 他說他的男朋友跟我說 我的女朋友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 但他說我知道你不是壞人 所以他給了我那三萬塊錢還給我 跟我說謝謝 男朋友也不錯 對 他男朋友並沒有把我當壞人 那因為我沒有 我只是給他三萬塊 我倒沒有跟他 任何聯絡都沒有 只是剛好在西門町碰到了 所以他就 把三萬塊錢還給我 他說謝謝你 當初幫了他 跟他講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 我沒有任何一個女朋友是鬧得不愉快的 但男朋友那個通錯應該也是跟你說 那你以後就不要再來 也有可能 我吃素 我本身吃素 我從六歲就吃素了 然後這三個男朋友他們都 不好找耶 志祺 我跟他吵架 跟他吵完架之後 然後他希望我原諒他 那我就 我不理他嘛 結果他在家裡 他就跟 聽說伯爺拜 他家裡有一個神 他自己有一個神 他就有一個球 如果想像可以原諒我的話 我願意吃素一年全素 然後後來因為我是個 很容易吵 吵完會很壞就好了 我就回去了 他說我們就知道 我跟那個神明許願 好可愛 你會回來 我求你會回來 然後我要吃素吃一年 吃素吃一年 你吃素吃一年 那我跟你一起吃 我要吃素 好痛 吵架了 對 我又火了 為什麼這樣 怎麼可以吃 不是 因為他就說 不是 因為我們兩個一起相處 可是他不可以反悔 他一定要吃 你不要吃 他後來去拔杯 他又再去跟神明說 如果我一天只要吃一餐的 我有一天 晚 除以十五個也可以 沒有 他後來是一天一餐 至少有一天一餐 對 然後拔杯 我連個三個聖杯 所以你這個都還要改 他那個是全素的人 對啊 那很難啊 因為我都 我聽到我都火了 他只能去一個地方找 少林寺 哈哈哈哈 什麼啦 十八同仁 那你的五千都是吃素的 本來就吃素